华人工商晚间新闻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5号星期四 主播今天帮大家整理了 拜登的1.9万亿美元救助计划 所包含的内容 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从中获利呢 又将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据BBC消息称 首先直接支付4220亿美元 该计划要求政府向每人发放1400美元 并逐步取消对收入较高的人的发放 单身人士发放7.5万美元 夫妻收入超过15万美元 支持者认为 这些补贴对很多家庭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持 很多家庭的收入都下降了 即使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失去工作 但是一部分反对者表示 该措施的范围过于广泛 第二额外的失业援助 2460亿美元 该法案提供资金将失业救济金 延长到8月底 这对1100多万长期失业的人员来说 是一个关键的缓期执行 他们领取福利的资格将于3月中旬到期 该计划还将工人通过周失业计划 获得的每周补助金额提高了400美元 第三对父母的支持 1200亿美元 民主党打算给18岁以下子女的父母 每年每月250至300美元的福利 是年龄而定 这项措施通过暂时将美国现有的儿童税收抵免 从每年2000美元增加到3600美元 并提前提供福利来实现 该法案还增加了家长们 可以从年度托儿费用税中收回的数额 第四用于新冠检测和疫苗的资金 700亿美元 拜登呼吁拨出500亿美元 用于改善检测中心 并再拨出200亿美元 用于开展全国疫苗的接种运动 包括设立社区中心和聘用新的工作人员 管理疫苗接种 第五学校重开基金 1700亿美元 该法案向中小学和大学拨款了1700亿美元 帮助他们采取重新开放的设施 比如购买口罩和清洁用品 升级通风系统 以及实现小班制 第六企业知识 1100亿美元 该法案包括向小企业拨款 以及更有针对性的资金 向餐馆和酒吧拨款 250亿美元 150亿美元用于航空公司 80亿美元用于机场 300亿美元用于运输 15亿美元用于媒帖 30亿美元用于航空航天制造 第七地方政府的资金 3500亿美元 与之前的刺激计划不同 这次的刺激计划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 由于经济的低迷 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着更高的支出和更低的收入 但共和党人反对这项法案 认为这是在向主要由民主党把持的州施设 第八 代薪休假和医疗保险帮助 550亿美元 该计划恢复了2020年底到期的要求 即雇主向感染新冠病毒 接触病毒并必须隔离的员工提供代薪病假 或者是照顾生病的家人 第九 15美元的最低工资 该计划包括到2025年将全国最低工资 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的条款 比目前的标准高出一倍多 该法案还要求雇主向过去获得过 免税待遇的员工支付全额工资 比如那些接受小费的餐馆服务员 据估计此举将提高约2700万人的工资 是该计划中最具争议的内容之一 主播会持续跟踪报道以上救助计划的进展 很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